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 雪靈 有馬二 雞花先生 贏者 剛剛讀完日本 有馬你託我找那本書 你找不到 我們找什麼書 就是找我們一位可愛的老師 你要努力學英文 我已經很努力幫你了 那不要緊 沒沒了 賣了書 我找了三四間書局 全部都斷了 你明白嗎 自從那位老師之後 日本多了很多災災的學子 所以大家 什麼叫災災 是不是新生 隨便吧 新生學子 對於英文的興趣大了很多 就是造福了日本人 你想說周高人 我找到胃痛本 但我找不到老師那本 不要緊 大家明白 下一節改就是2019年 在之前大家還有機會去買 下年會出新 我只看到很多MOD 不知道 只是那本缺貨 只有一本缺貨 我想起以前有一套動畫的文單 就是那套 所謂教你英文那套 什麼文之英語單詞 魔法少女那個 這套動畫 我覺得有看頭的 相尾文單 不過你動畫 還是先說這麼貴的動畫 是啊 這麼貴 深番 看了一部份 暫時來說 有些驚喜 我會說那些不是 你是驚 以及喜 是既驚且喜 我覺得有些是驚喜 有些是好看的 不過我們這套之後再說 可以 第1號要說 就說回神經刀的監督 我不同意監督是神經刀 我同意編劇神經刀 神經刀 我們想你三本寬 或者是 他真的有跟他合作過 大家都知道乾田無理的腳本 是可以好好和好差 你要說有什麼好過 或者有什麼不好過 至少你看到就是 跳起孤兒的成功 當然在劇本上 那個編排的調整上 你看到就是 我看得出來 這傢伙寫一些 很嚴謹結構性的 人物關於故事 是活動的 你說的 M3黑暗 這個黑歷史 你跟我說 我說得那套 都說他是神經刀 阿朵花 這套又是青春劇的方式 都很好的 所以 那奈朵花的重點 跟這套最相似 死個人 你不可以這樣說 那個人還沒說他死了 這樣說的 我們接著要說這套 叫謎家 我的定性來說 它是一套什麼類型的片 它是一套謎片 其實沒有說過話 這套東西只有三個發展 1.原來經錄 2.恐怖片 1.鬼片 3.薄本片 不就是謎片 那謎片 那謎片是怎樣 我不明白 即是很謎 那謎 那謎是謎到我不明白 他講什麼 那種謎 還是有很多謎之情節 那些謎 請問 他有各種的謎 如果 整套作品裡面 他沒有了頭的20秒 介紹這幫人 究竟是一幫什麼的人的話 我是整套東西裡面 完全能夠接受 他們這麼謎的性格 跟著這個所謎 所謎 旅行傳 叫做什麼呢 放棄現世的旅行團 去新世界 也不是新世界 總之一個新的地方 生活的 人生從來 這一群人 怎樣挑選出來的呢 這一群人 就是破解了在一個網站裡面 不知道什麼SSD 不知道什麼鬼 總之一時之選來的 通常你講的這件事 大家有個案看過 就是金田一 柯南 這類型的作品 通常參加這些 那些死亡女人團 去找這些人 就是什麼呢 至少 你確定的就是 他是一個聰明人 這個不是死亡女人團 你明白嗎 都是人生從來 第一枚 所以就是 因為當時是整套作品 我們現在叫做 去到第四集 我們看到的就是 這一群人的不正常 咦 這個不正常就是什麼呢 如果沒有了這一節 二十秒裡面 簡介就說 你們這群人都是一時之選 一時之選 什麼啊 罪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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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錯了 首先 你不知道他考試 即是測試什麼 其次 通常說話都是邪教 你都是神選的指望 都這樣說 這些東西 搞氣氛 我肯定 首先就是一個聰明的人 首先應該不會去一個 那麼可疑的團 第二 我很肯定 他那個所謂的破解方法 應該是 你看到那些 真是謎片的網站 就會出現那些 廣告 例如什麼地方的 不知什麼東西 不知什麼東西 通常是看二十秒之後 發個廣告出來 我覺得鏡花這個 解讀其實是合理的 就是你看到就是 接著在那五分鐘的 叫做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裡面 接近一半天 他們的意識就是 追女兒 用來追兒子 很明顯就是 去一個約會的釣魚網站 然後突然之間 不小心 就彈了一個廣告出來 然後對廣告裡面 廣告那個男性 或者廣告那個女性 很有興趣 而不小心 雙手 頂不住 按進去 他裡面寫的應該是 地方的反社會人格者 都需要從來人生 千萬不要告訴你的朋友 裡面那些 都不知道是某某的職業人士 我覺得他應該用了迷網的手段 那些迷網不要亂說 迷網還沒結束 我覺得迷之網站 的手段 迷網快退休 什麼呢 開了一些廣告出來 然後就說 很性感的男生 跟我說 你是不是想跟我聊天 不是應該只有幾個字 那個Banner 就是你是不是想你的人生從來呢 你如果想的話 就結合 那些Rosa Maiden OK 我們接著說 他花了五分鐘的時間 我數過的 那裡其實是五 就是五分鐘 五分鐘是不正確的 正確時間是四分五十幾秒 我數過了 剩下五十六秒左右 就介紹了整個車人裡面 他們的名字 以及他們參加這個旅行團的目的 是什麼 那個不是名字 那個叫網名 稱號 中二的Speed Name 不是很合理的 你想一下五分鐘 只有幾秒 五乘以六十秒 即是三百秒 車裡面有三十個人 即是每人十秒 的自我介紹很合理的 如果平均分配的話 差不多 你看看推理片 可能會介紹 這次案發什麼死者 會說名字 但他跟推理片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他太多人 三十個人 很少推理故事裡面 大屠殺 或者這樣說 我們在這套東西裡面 經過接近五分鐘的 自我介紹影片 我是起的 這下是 因為 我不用記名字 事實上去到後期 你都發現 有些人不用記名字 記得他的特質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什麼 通常你忘記特質的人 很大機會死 我們再說 這個旅行團 就是剛才我們說過 他的目的 就是人生從來 怎樣人生從來 他們就說 他們根據一個都市傳說 有一條村 是不被這個社會 不被這個世界 不被這個政府發現的地方 他們就可以不再受 這個社會的種種的束縛 就可以自由自在 就是在這條村裡生活 原來是新興宗教的感覺 就是不算是村落 而這個村落 這個所謂的都市傳說 是怎樣來的呢 就算是主辦那位人性 主辦那位眼鏡哥哥 其實他只是帶團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主辦 至少他在這個團裡面 他是招募到這一班 召集到這一班 所謂的一時之選 至少他是主辦方 他至少有一個 E-mail的情報 暫時在這個 他只是收E-mail 他們根據一些很不確定的情報 然後就是這些不確定的情報 這條村究竟為什麼 好老實說 就是 若然這條村 是不會被人找到 不會被人發現的話 其實他有一個進入的方法 但問題是什麼呢 他們是不知道進入的方法 然後呢 他們為什麼會知道這條村出現呢 就是因為 收到一個迷之的E-mail 這個迷之的E-mail 就是你當是垃圾條件 我想一下 近來你會收到那些 你那個Apple的訂單 來了 你按一下就可以 那些不是垃圾條件 那些真的是 廢了 那些就是因為 你知道自己沒有賣東西 所以你按下去 你按錯 應該是課金 難怪有人這麼快租到上門 這個故事裡面 當然就是 因為眾多的 30個角色的關係 所以大家應該說 你不是一個記憶力很強的人 或者你對這個 明治有很強的記憶力來說的話 你是不會記掉他們的名字 所以他叫做 在每一個大部分的角色 不可以說每一個 他都賦予了一些特性給他的 而這些特性 他要強調這個特性是什麼 他用了四集時間 那個人 第一句出聲的東西 就要把他的特性顯露出來 這麼早就正常 讓人家口癖或者特性 你會先記得角色 你不記得什麼名字 你不記得什麼名字 那你處形 那你處形吧 去這一條村的過程裡面 當然是一些角色之間的互動 看得到最多的 你扣不扣他 這個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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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這些是懸疑的 如果看西方口味的懸疑片 就是有些最喜歡拍攝那些 一群年輕人去拍攝 Scarry Movie 是的 Scarry Movie 惡搞那些 在原點 應該說這些人才是最投入 那個從來人生計劃的人 通常那個定番就是 拍攝那些懸疑片 西方口味那些 一群年輕人去露營 想搏東西 通常都會先死 這一套裡面 不是 你要知道 男主角是一個男校出生的人 他們從來人生最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扣女 你覺得好一點 從來人生什麼 他要重新做人 那你明白 這件事 男主角阿光宗 只要稍稍有一位女性 對他抱持一個友善的態度 這傢伙就會進入法情的狀態 其實都不是友善 我想跟他講話就可以了 就像NPC的禁制他 不是啊 他這件事對於他來說很新奇 都是他是男的出生 可以跟女生講話 哎呀 那個女生跟我說話很開心 喂他怎樣 他怎樣 你聽我說 你不要混亂這女生 即是他那種是什麼 即是他那個 開流給你的定位就是什麼 只要有女生跟他說一句話 就等於他跟他說一句 我愛你 是沒有分別的 他覺得這件事是新奇的 他沒接觸過 純情 純品 純什麼情 你要知道在他以往失敗的人生 他沒接觸過這件事 我覺得不可以這樣說 你未知道他當然是什麼失敗 你只知道這件事是什麼 他被家人壓迫得很厲害 即是他家人是規管他很嚴 你只知道這件事 在故事裏面 不就是他以前是被學校園欺凌的 是靠SPEEDSTART幫他 才沒有被欺凌 SPEEDSTART 說到這些是飛機公司 他的朋友就是速度之星 我們要回網名 人家有個尊名的 為什麼你要叫他網名 我真的忘了他的尊名叫什麼 HAYATO HAYATO SPEEDSTART 什麼姓 那個 OK 本身就是速度之星 把光宗來這個人生從來的女人田 本身其實這個女人田裡有一部分人 是為了什麼呢 想重新開支她的人生 有些人是抱著一個玩樂的心態 只是用來玩而已 甚至是對於現在的那個 我不予以 不予以來參加這個重來的生意 是的 整群人裡面有很多人 他們對這個人生從來的女人田 是抱著各有不同的心態 有來是為了證實這件事是假的 有來是真的想著人生從來 有些人抱著說我沒什麼所謂 我來玩而已 還有一些就不知道是什麼人 有些就是逃避性騷擾 逃避色狼 上來私奔 那些都是打仗 逃避性騷擾那些 你一上去就知道 你根本就上了拆船 拆船就是沒得上的 當然我們還有一個就是 跟這個女人田完全叫做什麼 關係是很不同的就是 司機大叔 司機大叔在這個女人田裡 不停在哭哭的時候 接著就巴屎阿叔上身 我當時跟這個夜行者 據稱這個阿叔是最正常的人 不過最後就 很明顯是最正常 大哥 首先我意思是司機阿叔 他表現到的東西就是什麼 一個正常的觀眾 還看到這些人的反應就是什麼 神經病 他不是跟我的反應一樣 是啊 我還在上班工作 我還很大壓力 我有壓力 你還要人路 你人生從來 我有嗎 我用雞蛋 問題是因為什麼呢 還沒看第四集之前 我同意這個說法 他是這個故事裡面最正常最正常的人 我分析給大家聽 在車子 即是他們進村的途中 然後車子就不小心 就陷入了在一個 泥沼 總之踩不住 然後車子就會走不動 這班所謂叫做一時之選 這三十位人 很強調 最初他不提這個設定 他都忘記了 他們跟著說 你這麼怕幹什麼 你也是怕要賠償 我們三十個人 丟下一個錢包給你 夠錢沒有 其實 如果你作為一個正常的人 你知道 一個巴士很貴的 一個巴士 三十個人包 裡面 我給盡你了 好吃 你一個人我當正常的 你不會帶太多現金出街 我給你 OK 給你帶盡了 十萬塊好吃 三十個人 三百萬 Yen 買了什麼 所以就是什麼呢 我看到一個大叔 追回你過來的時候 我滿滿其樂 那時候他就說 你這個人包不夠錢 我本來也以為是這樣說 因為他有一個畫面 還在車廂裡面 看著人包 我本來心想 糟糕 你這個潮班 小小小子 沒錢出來去旅行 就是沒錢才去旅行 你已經明白 其實他裡面 就是這群人 他不停地做了一個反測 就是這群人 好像叫做什麼 好像很有個性 或者是 看到就是什麼 他們有一些 他們敏銳的地方 但是他們的對談裡面 你看到就是 整群都是小朋友 你那個敏銳是什麼意思 就是聽到任何聲音 都說處形 那些叫敏感 擺明那個四眼仔就是困司機的 作為一個三十個人 都要從來人生的 帶錢來做什麼 你會不會帶很多錢 就不會 不是 搞了一個圖的時候 司機都要找自己人去駕 沒有一個外人駕 最重要就是 這三十個人包 包括就是賠償 和掩口費 老實說 我都說 三百萬掩口費的話 我覺得也算了 我作為一個司機 帶一輛巴士 怎麼辦 最大的問題 其實在說這件事情 就是說 他們是要去一個 不被發現的世界 其實什麼呢 這個進出 你稍微有一點邏輯 這個進出 其實是一個很遠 很虛無謙 可能有入沒有出的 你請司機 司機不是跟團的 然後拿進去 那然後怎樣 他不是在入口放下你們 那問題是 你知道入口在哪裏 這個大佬 不是 他說這個村子有幾乎隔絕 沒有被發現 但是車子是可以駕上去的 那你覺得有幾乎隔絕 那你覺得有幾乎隔絕 有路就走 你不是海包那條海道 大佬那條船關了 沒有地圖你去不了 這條不是 這條公路是 這條東西 其實第四集 是什麼桃花園記 出來記錄了 然後記錄了這些記號 然後發覺走不進去 而 當他們叫做 發現到一條村的時候 然後就是另外其中一位 叫做主辦方的一位女性 就出現了 很敏銳的人 即是有少少邏輯的人 就立刻問她 你又知道這條就是那條村 然後她就回答了一個 其實我不肯定 不過有人發了一個電郵 說大概是這裡 我們經過無數的 叫做什麼呢 上網裡面的一些 根據所有綜合的留言 去grouping之後 得出的結論就是 差不多是這裡 不是上網就沒有的 是那份資料裡面 她說這條村的西北方有什麼 東南方有什麼 她對過了 真的有這些 她就推測 這個東西是吻合條件 所以她判斷 這條村應該是那裡 不是 最恐怖的是 她是整隊人去到 才確認這條是這條村 她不是去到 確認了才搞這條旅行團 即是說 不要錯 去錯地方 這條村不是來的 那怎麼辦 那沒有車禍 不是啊 甚至乎這些資料上面是假的 原來沒有這些地方 她也不奇怪 實際上就是 大家都想到一些 很線性關係的問題 神經病 正如是那幫神經病 都會發覺 今晚有分明有東西 那樣子 心想了 你就會相信 OK 這個地方上不了網 和用電腦 是兩樣東西 不要騙我 你明明是把電腦 下載了下來 你就只要開出來 那張地圖 那張圖都下載了 你只要開不可以的 它之後又變成一張紙 不是地圖 它就有的 可以覺得 因為它沒有電源 又沒有接不到上網 所以覺得 帶電腦過來 沒用 而整套東西裡面就是 因為這30個人 絕大部分人 都是神經質的一個人 他們就是發生任何 芝麻綠豆的事 他們都會在那裡大喊 你叫一次一輛車 那麼嗨都知道我會有神經質 其實尤其叫大喊 不如叫小喊 差不多 總之就是任何事無大小的事 就要喊口號 那種口號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令我想起寵物小精靈 就是去車裡龜 總之就是 你看到整群寵物小精靈 在喊自己的皮卡丘 那些口號 就說 你們溝通到 原來 那這群一定是你魚王 可惜 這群裡面肯定就是 因為沒有剿藥魚 所以 他們看不穿了整件事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當然來到這條村裡面 在這條村裡面 就是沒有人了 但是 他們中莊裡面 發現了什麼 至少一年沒有被打掃過的房屋 因為抱了塵 但是 他們發現田裡面的東西 就好像 昨天還有人在照顧 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棉被可以用的 是 擺了整年 棉被擺了整年是可以用的 有沒有塵的 沒有塵的 在這條村裡面 搜索的時候 當中裡面 就因為有一個 就是下半身突然之間 不受控制 就想向其中一位女角 就想施暴 嘔吐女 經常嘔吐的 你說三仔還是四仔 阿四 阿四想 就是那個 總之是一個 阿四想帶嘔吐女角去大家一起 去一些無人的地方 最終只剩下一個 他們發現到一個女生 但是阿四就不見了 然後 根據女生的證供 就是說 阿四就 看到某些東西 走進森林 看他很久沒有出來 找他的時候 已經找不到 就變成失蹤了 這樣證供是不是真的呢 就沒有人 這些人就開始推薦了 究竟你是不是說謊 你是不是殺了阿四 而那個位置其實很奇怪 那些女生其實是很詭異的 通常這些位置就是 一個女性差點被侵犯的話 那個男生就算死了 你也說他死有餘辜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什麼 你看到的整個劇情裡面 是所有的女生 一致地都誅死這條女生 你錯啦 實際上的女生真的是這樣的 你明白嗎 你胡理精有問題 你壞 肯定是你搞出來的 是不是 但是那個問題 就是 如果一個男性 想強姦一個女性 強姦不遂 而在掙扎的過程裡面 那個女生誤殺了那個男生 這些是什麼 不殺 那有什麼問題 那當然是 那個男生先不適合 我明白 我卡通明白這件事 如果那個程度 是在於那個女生 被人性騷擾 那種很輕可的程度 通常那些女生都容易有懷疑 就會覺得可能是那個女生扮東西 博同情 尤其是那些小女生 那些小女生 那些男生 就覺得是博同情 但我覺得比較奇怪的地方 就是在於 明明在這裏已經有痕跡 他手上好像被人施暴過的東西 什麼被人施暴過的東西 什麼被人施暴過的衣服 對 他們那個推理是覺得 他被人施暴過之後 被人施暴過的那個人 他們的邏輯是很有趣的 就是什麼 施暴是沒有問題的 你殺人就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要樹林幫我解答 因為他們的道德標準是很高還是很低 他們那個case 其實差不多那個詭異性就是什麼 他們是不理前因後果 他們純粹就是什麼 總之現在不見了那個人 現在殺人 我不是跟你說他強姦你 我不是跟你說你是不是殺了他 為什麼你要殺了他 就是總之你殺了他 他們只是理會你的結果 或者他想乾填磨 想表達女性的暗影就是 女性的妒忌和憎恨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但問題就是 如果阿四是一個萬人迷 我會接受到 你明白了 剛才都說了 這幫人來做什麼 他們要追求男生 要追求女生 我這麼漂亮 你這個團第一個上的不是我 是你這個男生 怎麼搞錯 明白嗎 那你馬上通了 你要知道這三十人 是在這個新村展開的生活 人數就只有這麼多 不會再多 慘的地方 至於連四兒子都已經變高質 可能已經很高質 至少他沒有喜歡病 他沒有戴眼罩 對 給巴士司機你選擇 最主要就是 我們看了很多奇怪的地方 因為角色數量太多的故事 他已經是表達不了 他純粹就是什麼 只能表達到這幫人裏面 老實說 在一集裏面 每人有一句 一句至兩個對白 已經是很厲害的了 其實是 而那兩個對白 他們花費了就是什麼 超型 那類的朋友 你沒有啟 其實是 不突出他的性格 或者是故事線 還沒到他那一部分 而 這段影片裏面 四集裏面 其實也是 中間裏面還發現 就是傑克 又是不理會 前一位說 哦 你傷過人 為什麼你傷過人 我不理會你 總之你傷過人 就是說 我還不知道你多可憐 總之你現在做的事不對 整個去裏面都是 總之我現在只看你現時點 就是你做什麼 你是最煩的 你不對 總之你不是 總之你殺過人 然後就是什麼 傑克拿把子 去挫另一個叫做什麼 懶盜軍 冰箭什麼鬼 冰箭什麼鬼 總之是 不如他喜歡軍算 他強行去 老實說 所有事情都是 夠為自罪 你知道這幫人是 這個債人是 可能我激動了少少 但債人明顯是他壞 對於一個 不知道那個環境的事實來講 當有一個人 可能看到一個畫面 你試試看 他拿著一個武器的時候 正常的人 就很看這個畫面的時候 你害怕是正常的 這件事是人性 不過我覺得 其實這套動畫 是有一點想表達就是 裏面的人都很傑視底 尤其是有一兩句 有一兩句 是對比的 例如南柯 他一向都很冷靜去說話 就算光宗也好 其實他都說了一句話 真的可能冷凍軍 說得太過份 他有一點比較 那些人都是要推人到海 拿符頭坐人 又指那個人是壞 那個人是不壞 那個人是不壞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 光宗也好 他會想背後的原因 會導致 其實他是有這樣的表現 我覺得 還有一節就是 還有一節就是 光宗就去 橋橋那裡 橋橋那裡 然後柱形女 突然之間就說 喔 你幫他 即是你也是罪犯 不是 他去找幾多母母出來 他去找傑克 他想找傑克 沒有找傑克 然後看到母母出來 跟過去 然後柱形女才出來 他最重要是想傑克 他只是突出他的性格 不是 他覺得他的存在感低 他突出自己 柱形 喜歡的那些就說 你抄襲我 你抄襲我 你給法師你抄襲我 抄襲頭版 所以明白他們很用心良苦 因為很明顯 這部動畫裡面 為了加速節奏的關係 抄襲不多 應該有些沒什麼存在感的人 要死的 他們很努力協助存在感 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 什麼現場的節目 你不夠存在感 你下一個死的 You are fire 所謂的懸疑片 其實觀眾來說 這幫人 是一點都不懸疑的 這幫人 這幫人 你只能夠抱著一個 憐憫的眼光 看著他 這樣而已 故事裡面最懸疑的核心 就是 據稱有隻熊 據稱有個很大的光衝 從來未出現過的 好大的光衝 還有一個追著他的傑克 這些東西 對我們來說 我們覺得不是不懸疑的事情 是什麼呢 至少現在的劇情裡面 三分二是你們夠自取 那三分二劇情裡面 幾位主義都同意的就是 所謂的那隻熊 只是波音響來 熊的叫聲 我們是一刻聲都不會聽到的 一隻動物的叫聲 就算你不肯定是一隻熊 叫聲的東西 但我聽到那些是什麼 是警暴聲 一隻可以叫到警暴聲 那些熊的話 他們在家裡討論過 是什麼聲 其實有人提及過 警暴聲可能是其他聲 但重點就是 我們身為都市的人 其實熊是怎麼叫的 我們都沒有聽過 你覺得是熊叫 而且心裡的印象就覺得是熊 因為山林有熊 你給老虎的 你給獅子的 那些都是遊戲的音效 那些都是恐怖龍 而另一件事就是 你不怪得我 老實說 我過來都是看一看你們 看一看你們做了什麼 這樣你都誣我 我當然還有一件事 這座村應該會顯現出一些 他不傳統或者不正常的人出來 開頭四點會走開 他會看到人 即是可能 就算偶吐也會看到一些奇怪的人 一個不存在的人 那些事情不能跟別人說 我認為是可能是幻覺 所以沒有跟別人說 我覺得會是這樣的事 未必會不同 作為一個正常人 你在這座村看到一些不尋常的東西 應該拿出來 他做一套東西 其實他希望用的 就是用角色 去帶出那個懸疑的味道 但是我們暫時來說 四集裡面 我看不出來 就是這些角色 帶出了什麼懸疑的味道 我看得出是什麼 這班人 就很瘋了 是很需要心理醫生 有一種炒價的味道 我想那件事是 一般來說 尤其是日式的懸疑劇 應該要看那件事 就是有一個主角 很肯定我們通常 以他的事點來說 他應該好像很正常 他有一個很正常的人 進了一個村裡面 那班人看起來都很正常 慢慢地他們開始做的事情 很不正常 而你會質疑是 我自己不正常 還是他們正常 而這套東西一開始就是什麼 他們全部都不正常 我覺得這件事是OK的 因為我一開始看這套動畫 我覺得有興趣 因為他那個賣點 就是有31個 被社會拒絕的人 然後去這個村裡 所以我本來都覺得 這是一個可以做到的賣點 但現在感覺上 有點兩頭不對岸 你又不是大屠殺式的 社會傳染 但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特色 即是他每個人都有一些 他自己的背景 或者自己不正常的地方 或者外人覺得 這件事你不正常 但他自己不知道 自己都可能有一些不正常的地方 人家覺得 看到你 你不正常 這件事我覺得是一個賣點 即是 如果你說30條正常的角色 我一定會看到黑眼訓 我想有兩個最有趣的問題 如果你們說 一群社會上 不接受的人 其實他好像以前那一套 即是快原那一套漫畫 即是B.T.O.O.O.M 那一套 炸彈那一套 他最初都是 他只是說 這群人被人寫了一個名字 無程度上都是一樣的 都是跟社會不對的人 但他有一個做的分別位 他們那邊很多時候 不久就會大概說一下 這個人的背景 但這邊不是的 這邊你會發覺 你只可以從那個角色的形象 或者說話 你大概去猜他是什麼 我覺得這套影片 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他集數比較少 如果他可能就是 他做完單事件之後 然後才跟你說 其實我是 有什麼避害母照 不知道什麼 然後他簡解那件事 你就覺得不好看 這個要看劇情的 如果他不是這樣做的話 都可以的 或者這樣說 現在在故事裏面 唯一最清楚的是什麼 你會可憐他 或者你會抱著同情心去對待他 就是engineer 我想說這個 因為他是有前一後空 他是因為被大企業 吃了一隻死貓 滑了鑊給他 而令到他被這個業界絕殺了 反而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聽完我的故事之後 發覺這個人也挺正常 這個人是很有責任心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嗎 他的責任心是什麼 到了一個走火入魔的你 扭曲了 為什麼要這樣說 其實我相信 心痛三十幾位 每個人都是他的過去 很憂鬱的過去 憂鬱的背景 他們說完後 你會很感動 但問題是現在 AGM會說到 當然還沒說 你不可以把他發斷頂 這件事 我覺得他沒話說 這件事他配上他的性格 你見到他很多東西 好像很上心 很盡力去做 為什麼會導致他這樣的性格 就是他說 他外面的人格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盡力的人 他第三集那一幕 他豁然開朗了 原來一直都是這樣的 你就會有這樣的想法 但可能其他角色都有其他 我自己覺得不好的地方 是在於他和懸疑那位 反而輪不回來 我知道這個角色 那幫助我對這個入戲那件事有沒有關係呢 角色那裡有一個賣點 有一個賣點 有開始有些代入感 但跟那個故事 他和那個主軸 他和那個主軸 老實說 就算我知道了 那三十個人 有一些很可憐的背景 當然有些沒有 有些經常說 一開始 尤其是第一行介紹的 說自己是公司社長 應該是一個現衝來的 根本上 你們有死硬 不理這個問題的話 就算知道你三十個人 為什麼他們要參加這個女人團 但是不會對這條村的了解 是有任何的幫助的 只不過就是什麼呢 當介紹完之後就是什麼 你可以去死 那你是不是最多可以說 你那個角色 你開始對友同情 不想那個角色死呢 之後 是不是有那些劇情呢 你要知道四集裡面 暫時是沒有死人的 是 是 這套究竟是不是一套謀殺片 或者推議懸疑片 你都不知道 你要記得 當年anada 一集可以死掉 所有人都可以 所以最後還是說一句 作為一個水道路監督的懸疑片 我只能夠說 他一位勇於挑戰的監督 不是說不定 他是懸疑的時候 其實就是三十人進去 十五個走出來 其他十五個沒有死到 不過失蹤 不是 你要明白 這套東西 大家要捧著一個吃花生 看人都最開心的態度看得到 來啊 嘩 成了一千錢想想 這套東西 就是這樣 現在都是那句 現在真的很流行 那些什麼跟著馬馬去旅行 跟著電腦去旅行 就是現在暫時 你看到他的味道就是 你是不會覺得 這三十個角色 是沒有一個 我可以真的說 沒有一個 你會是喜歡上去 甚至Engineer 他有一個叫做 可可入的背景 很可入的工作經歷 令到他變成一個這樣的人 但是你不會去可憐他 或者你不會替他不值 的問題 就是 變成什麼呢 整套東西裡面就是 角色不能夠抓住你 好像剛才大家都有說 你不想他死 現在就是什麼呢 我個個都想你們馬上死去 個個代入不了 個個角色都不喜歡 有些不頂不掉 人性不夠人性 是不是跟著馬上去的花生 不夠花生 圓儀可能好少少 圓儀方面 圓儀方面 我覺得就是最差的部分 其他元素拼不在一起 搞到圓儀的雪藥了 我會覺得很可惜 如果這個頭開就 其實 如果你比較之前 譬如說Anada 或者海貓 甚至乎海包 那種圓儀性 這套比較弱 他拿不到主題 或者這樣說 他中間四集裡面 他缺乏了 他缺乏了圓儀裡面的 他沒有每一集去滲 一些就是這條村的情報 很奇怪 這就是他們說 在他們網上獲得一些情報 就說 這條村不是應該是這樣 跟這裏 我現實環境的一個對照 引起觀眾 就是對這件事 產生一個疑問 或者想法 我想知道背後發生的是什麼 現在就是什麼 你只是赤裸裸的 就是什麼 展示就是每一個角色的下限 都不是的 他有些純發現 他沒有比較 譬如說 這個位置有些紅色的東西 是不是血來的 不是的 他只有這些 他那些是在展示自己的下限 這些是展示自己的無知 可能會展示一些鬼的地方 例如那些 那些田是昨天在種的 那些 但你不會因為這樣 而覺得那些東西很懸疑 那些是環境要素 對 不好看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第一集裡面 他報了 剛才就是 首先 我剛才說了很多次 這班人是一班一時之旋 第一個要點 這班人是 第二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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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們在網絡上面 在他們車裡面 都說 他們每個人都看過很多不同 關於這條村的 所謂的都市傳說 究竟是什麼 而這些東西 是沒有再一個細細 詳細去說 根據每一個 可能說 根據每一個 你看過的A網站 我看過的B網站 你一個看了迷網 一個看了不知是什麼網 OK 不理他這些 總之 他們是經過多方不同的東西 為什麼大家看到的東西 是會不同的呢 究竟是不是有真有假 才會產生那個懸疑性出來 可能說 這次是你對 但是下次是我的網站正確的 然後就說 原來你的網站正確的 究竟誰的情報正確 其實這些東西 你才會引起 產生 是不是有一個人 其實是不停滲一些假情報 或者他滲一些真情報出來的 你先不要理會那個角色 是不是蠍絲帶 甚至乎那個情報 是導向到後面 某些事件 是有些關係的 是的 但是現在裡面就是 我們現在知道就是 其實最終 到了第四集就是 你看到這些人 所謂 想去 重新開支他們的人生 但是他們的意志就是 什麼呢 他們想重新開支的人生 定義就是 去了異世界 然後有位女神跟他說 我現在給你一個新的外掛 那你想要一個什麼的外掛 那在這個新世界裡面 你就可以幸福快樂地生活了 不是應該說 他們心目中的那個世界 和他現在 他重新的那個世界 這也是正正的懸疑 就是你想去重新生活 而你去一個目標的地方就是 你就要知道 這個目標的地方 是因為有些事情 能達到你的期望 就是你能夠滿足 你才會去這條村子 現在就是什麼 這條村究竟是一條什麼的村 沒有人告訴你 總之告訴你 這條村就是什麼 現在我們得出的 即四集裡面得出的情報 最後要說 得出的情報就是什麼 這條村 是被外面找不到的 但是你找到的 但是這條村有巴士站 我看到 他們沒有留這條路 是荒廢的巴士站 不是 就是曾經是外面 傳送點來 你沒有聽到 不是 你村的東西 你曾經有巴士站 不奇怪 可能它之後 一開始進去 如果沒有人進去 就不會有這條村 為何那些人沒有了 才是這條村 沒有一套 總之就是這條村 現在最大的就是 這條村是沒有辦法 被人去找到 發現 當然 我也是這樣說 有邏輯問題 對 還有那些人就是想 他們根據這個 就是因為中間裡 沒有再沒有任何的情報 提供給所有的觀眾 這條村究竟是什麼 那麼美好 這條村裡面 對比起這班 這樣的世代來說 就是說 沒有電腦 沒有網上 他們覺得陽光要海灘 要間田 其實村的真相 都沒人知道 為何覺得陽光要海灘 沒有的 我覺得那些人 沒有想過要間田 也很開心 很開心 我當家人而已 要落田家中 都說什麼 他們根本就是期望 去到這條村裡面 有個NBC告訴他們 就是 歡迎來到西河桃園 這裡你可以自由地選擇 你不用做事 不用讀書 不 你要接Quest 這是初級任務 高級任務 所以就是恐怖龍叫 所以你就要看到 其實 我們的討厭感 是來自他們的累積裡面 我們看到 就是這班人 多麼一時之選 我才會說 老實說 他們真的是極品 喜歡極品 你應該說 這班人 是想到 重生之後 那個生活 是太理想 你會看到這班小朋友 有事 叫警察而已 你這班小朋友 放棄了文明 放棄了通事 你會看到 這班人 的膚淺 是不正常 所以很肯定的事情 其實 很肯定 我現在看了四周 我覺得最後的解讀 就是 這班人 是政府經過 好像大屠殺 經過網站 挑戰了 這三十個人 是沒得救的 連司機都沒得救 三十一個 將他們放逐一條村 然後 等他們自相殘殺 不是 其實有想過 遠一點的想過 這個是一個 真人騷的節目 四周三十個 然後 每集做完之後 就給觀眾投票 你想走誰 所以每一集 就會失了一條 所以我還有另一個 我以前也說過 這套東西叫什麼 謎家 大家都知道 日本是有什麼 有罪家 根據剛才我們的理論 如果這樣的人 死靜的人 就會出去 成為 他們真正答出 人生新的一頁 成為真正的偶像 偶像集團 你的甜 那些甜 應該要用 給他們亂練煮飯的技能 他們知道有家是什麼 吉野家 那些家 開家庭的謎家 還有餐廳 他有甜在哪裡 我真的不同意 我真的覺得 我們聽得最多 人生從來的職業是什麼 就是偶像 原來是這樣 司機怎麼做偶像 他不可以做偶像 他可以做經理人 你看國官太多了 算了 拭目以待 老實說 是不是最後變成JK呢 他其實 買定離手 買定離手 樹齡選這個偶像 出道為這個 我堅持是買飯 我堅持是這個真人騷 我是餐廳 算了 就有L5 死掉了 那不猜就不行 好 那我們這套 去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